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忘掉了 是 因为这个一年的这个过程太多 然后事件也太多 不是啦 那个政府停摆这个烂系 停开停开 其实民众已经麻痹了 是 不过我们知道虽然是烂系 但这一次这个政府也拿出了1400亿元 为了防止在今天这个时候 国会通过了 没错 政府停摆 所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没有看法 本来就应该不要停摆嘛 是 不过我们也发现 这一次这个1400亿元的拨款里面 有给这个人工加价 你是说公务员吗 对 我都没有看到 多少percent 好像是3.5%到4%左右 OK 经济很好 所以现在是提高所有福利 包括minimum wage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去看city这种government的话很好玩 周金山也一样 他们在制定这个预算 都是按照去年的revenue 那因为每一年收入是好 因为经济在膨胀所以就好 结果你知道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经济衰退是迅雷不及言耳 那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按照旧的pattern在花钱 所以马上呢 一进入经济衰退的第二第三年 他们就进入这个deficit的阶段 然后就要裁员了 那不过不管怎么样 公共sector它的裁员呢 它是慢的 私人企业呢 是跑在衰退以前的 还没衰退以前就裁员 公共事业是after 是 那既然其实这个公共事业和政府方面啊 都比较不错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单一股票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这几家科技大的巨头啊 像是Amazon Apple Google呢 要一起联手推出这个智能家居的平台 叫做chip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有在想 他们现在各自旗下都有 那实现这个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我是刚刚听你讲才注意到这个新闻 因为这每一家都是巨头 不过我们就想想我们这个电脑 NoBook 以前的那个 USB Drive 对不对 那个也是经由好几家电脑厂商的 Hardware 把这个规格统一嘛 然后PC是这样做 后来手机也这样做 然后一直到了 苹果 他就硬要搞一个他的SPAC 可是因为他的量够大 所以他Dominate 他说我说了算 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有 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讲 现在的你刚刚讲 G家的这些平台 我想他们有很多是 这个品牌的电视 跟那个的camera不能talk 所以they need to 统一这个格式 那倒不是说我Facebook喜欢你Google 你Google很爱Amazon 不要那么高尚 它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顺畅地融入 这整个networking 所以It's possible 而且应该是这样做 是 那我们既然已经聊到了这几家科技巨头 其实这一周对于Facebook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获得了这个Super Bowl的广告 是 这个新闻他们说就是 以前传统这个是一个transition 对不对 我们不光是看Super Bowl 我们看的是它的这个break 中场时候的这个超级广告 是的 一个广告马上在那边能够Cocacola 还是什么保险公司 就而且那个费用之贵 而且有点是拔的这个头组 卤组台组whatever 那这一次现在的卤组台组 这个拔的头头的是Facebook 最大的广告费会落在Facebook 有这个现实 可能你没有 你还在看电视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 包括4.2 我们这个电视 现在有人是用app在看的 没错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这个 从业人员同事 他们家里是不放电视了 他们家里只有notebook和手机 没错 they don't need a TV 他们也不看天线 所以这个情况在改变 所以Facebook现在拿到了 Super Bowl的最大的广告合约了 您说到这个手机还有notebook 我就是额外的跳一下 我有想到这个Disney Plus 其实Disney Plus这个app 就是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个移动端的 那他现在呢 也要进军这个法国的市场 对 那其实我有在想 这个Apple TV Plus和Disney Plus 其实是都是在11月份正式上线 但是两家的好像侧重有一些不太同 因为Apple TV天生就不是提供content的厂商 它是hardware加software 所以他的Apple TV 他当然现在已经做自己的内容了 他就请了Hollywood的什么 我有看到新闻希望自己拍 这个就有点像Netflix 可是你不要忘了 Disney是这五十年来 这六十年来 他都是在做content内容的厂商 他不断的有这些节目 所以他做起来 他应该这样讲 他一直都有货品 可是他没有supermarket 可是Apple或Netflix 都是一直做supermarket 他需要货 Disney本身就是货物的提供者 所以Disney提供 因为他有很多嘛 像Marvel的影集 那些超人的影集 他就提供进去了嘛 所以这个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而且他比较commercial 他的比较属于侧重在entertainment的 娱乐的 Netflix自己拍的有些是documentary 比较沉闷 我不是说他不好看 可是他不是娱乐大众的那一类的 是这个真的是 您这番讲解有开拓我的新思路啊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关注到说这个Apple TV Plus 只是在首日当线是推放到不同的国家 对 但是这个Disney Plus则是说 我只是仅限在美国 可是我的内容够多 他终将会往外扩的 因为Hollywood的文化本来 就渲染感染全世界 或者你要讲侵蚀了全世界 所以大家不介意去看他的movie 所以够便宜的话 那为什么他现在局限在美国呢 他要test他的平台够不够稳 因为有时候太多人看 太多人download 马上品质就slow了 我自己也在考虑 要不要先加给699啊 我也在想要不要把我Netflix取消呢 或者说我affordable 我两个都留着呢 是 那我们其实刚刚聊到这些单一股票 我相信肯定有观众疑问说 这一周这个总统弹劾案 你们怎么不提 但我们就是要留到下一环节 广告后见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座谈天下 知识理财一周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要提醒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 已经可以在天下卫视 Facebook脸书专页 留下你所感兴趣的财经话题 那么这节过后 我们就会请Frank来帮我们解答 那其实我们这一周 这一节的话题啊 是一个 怎么讲 可能是大家都认为 是一个固有的话题 就是我们经常说 投资的这个搭配方式 4比6 4放在这个bonds上面 6呢 放在这个股票上面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 我们这周四 有一个这个财经主持 叫做这个Becky Quick 她呢 就对这种投资的理财方式 提出了质疑 认为说 你这个4比6 是永远都赚不到钱的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 never owe 永远不会老 然后随着天气的转变 各种各样的派别就出来了 我举个例子好了 她说按照加州的天气 带雨伞的人是白痴 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因为加州下雨的机会不大 可是你就别碰到下雨 一样 她今天讲说 4对6的比例是不对 她百分之百都在股票嘛 是的 那正好碰上了 从来历史没有发生过的 从09年的expansion 一直到2019年的经济的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再讲这个 我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我很狡猾 如果照她的说法对的话 银行的存户 那些放CD的人 那些人岂不是 其蠢无比 make sense to you 其实是不是说哪个对跟错 而是说你的口味是什么 人家说麻辣锅很好吃 你就跟着吃吗 你的肠味道都已经发炎了 你还吃 这个是 所以不是说人家说理论怎样就怎样 我刚刚要讲的时候 她说4.6是不对的 没错 她现在是按照过去十年 大家都大赚 只要是股票都是赚的 可是她没有想到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去万一赔的话 所以既然是N的 万一都不能赔的这种人的情况下 她4跟6没有什么问题 人家并没有要赚最多 人家要的是在万一下雨的时候 万一崩盘的时候 她有一个防御性比较强的portfolio 所以不是从这个切入点去切入的 是就像您说的 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这位主持 她有说我是赚不够钱 4比6的方式是 我赚不到我想要赚的钱 那我也有在想 既然如此 这个方式对于她来讲 现在不是最合适的 是否也和这个十年的长期利率有关呢 跟十年的股市有关 十年的股市跟长期利率有关 所以我们刚刚讲回 她说她赚不够钱 可是呢 我们现在稍微讲多一点 有些人是可以冒风险的 等到大烹盘的时候 她虽然内心焦躁 她表面是沉浸稳定的 而且她不会乱卖 我们讲回08年 照讲08年跌了一半 如果这个人不要走的话 我们先讲个数字 07年她的资产是100万 08年只剩50万 如果她是1000万 她剩500万 到今天如果不动的话 从年一天到现在都不动 她大概是150万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问题在08、09年 掉了一半的时候 她整个人恐慌了 她panic 她卖掉 所以刚刚那个记者的讲的话呢 如果你也能够不恐慌 你也淡然处之 sure 可是如果你要知道 你会恐慌的话 你会心脏病发 那个方法不见得对 你是对的 是 那我也问一个 有点小狡猾的问题 如果是您的话 会怎么分配呢 4比6还是 我举一个煮菜的例 煮菜 OK 这个在金庸的小说 也有说过 其实最好的菜 不是名贵的菜 最好的菜是 当下时令的蔬果 或者海鲜 比如说 现在这两天 不是螃蟹出来了 是的 我们当今 克拉出来了 那个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可是你硬要在 我随便讲了 你在4月你要吃 我搞不清楚 反正不是季节的时候 你就硬要吃那道菜 你不是找麻烦吗 所以你刚刚问说 现在怎么样 对我来讲 现在是好的不得了的时候 我们是远离的时候 等到烂的不得了的时候 是我们勇敢的时候 所以这有点 跟大家背道而驰 那你会说 可是人家还在赚啊 你走掉 你就没赚吗 对 这带入另外一个 philosophy了 你根本没有想要 赚到最后一把 也就是说 人家在赚的时候 你必须要离开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躲开 大崩盘的话 其实你可能有 两三年赚不到 譬如说比特币 你为了不要赔 你就在比特币 这个一万八的时候 你就离开了 可是人家一万八 涨到两万啊 你不就没赚到吗 可是你躲掉了什么 他从两万掉到了 六千五千四千 你躲掉 所以你为了要不赔 其实有时候 你要损失赚钱的机会 所以讲到后来 是philosophy了 其实是一个细水长流 不过就像您刚刚讲啊 说到这个 其实我们最近来讲 是很好的 可是大家对于 这个股市的担忧 因为十年的这个 recession已经在这里了 那我也有看到 另外一篇文章啊 也是这一周出的 恰好和这个总统的 弹劾案有关系啊 是 因为大家会聊到说 如果股市 真的有一天进入熊市 那第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政治因素会影响 没错 可是有点跟 中美贸易谈判一样 他坏消息出来 股市停在原点不动 他也不掉 好消息出来呢 中美贸易就往上涨 所以现在是属于 什么坏消息 都撼动不了股市 他就是要涨 一样的 这两天不是 众议院通过了 弹劾总统的案子吗 是 股市是不是文风不动 而且根本不在乎 那的确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因素在上个月 就没影响 同样一个因素 发生在这个月 怎么就股市的反应 完全不一样了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我在这一环节 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总统弹劾案 就市场分析来讲 是因为大家很多人 预测在前期 弹劾案确实会通过 但是在进入到 下一步的时候 总统还是不会被罢免 没错 那其实股市是否也是 受到了这一部分的因素 所影响呢 没错 实际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 民主党还要推罢 罢免案呢 其实瞄准的不是 罢免成功与否 瞄准的是 明年的总统大选 要占到这个媒体的版面 所以我们看到 Nancy Pelosi 在House 挑灯夜战 通过了这个弹劾案 可是她却 hold在手上 她不往参议院送 有没有看到 川普总统说 来啊 放马过来啊 Nancy Pelosi 不送就是不送 在那边等程序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下一节 有没有观众朋友们 就我们刚才聊的话题 进行提问 不要走开 我们广告后见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 座谈天下 知理财一周 那我们从这一环节开始 就要来帮助网友们 解答问题了 我看到现在朋友们 已经有问到啊 这个Jesse就问到说 请问专家 2019年认为 投资回报率 相对较高的方式 是哪一个 股票 不加思索的回答 股票 那2020年呢 我的小问题 预测一下 不知道 嗯 我跟你讲 其实大家都讲 明年因为就业状况 中美贸易谈判 上次你在这一两个礼拜的 Function Tone Momentum 全部变正面的了 所以明年还要有 15%的上涨空间 可是你不要忘 这一两个礼拜前的新闻 都是 所有的专家 都说2020年 经济修正的几率 至高 每一个人都predict 你其实就把这两个data 放在一起 这怎么会同时存在呢 是 而且我们知道 其实刚刚今天 这个公布的 这个叫消费者新兴指数 也是非常的高啊 密西根州立大学 好像是99.7 我没有记错 是七个月来的最高 消费者有工作嘛 去Christmas花钱 也比较大方嘛 心情舒畅 花的也高兴 收理的人也高兴 very good 好 所以这个答案非常的明了啊 19年就是股票 我们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说据说南加州初创公司 拿到投资 正在像亚马逊一样的建立大麻产品交易平台 成功的话 应该会有利于大麻行业明年的发展 请问对此您怎么看 这个东西都是不断的会有类似的新的model会出现 然后不断的有人去跟 然后也就有人赚钱 然后这个 投资人有时候问的问题是说 我会不会赚钱 而你会不会赚钱 是取决于你拿个点进去 它会上去 它会垮掉 我还是那句话 创新的前面就是一定的风险 之前有人问 有一些 像那个比特币 或者像 比亚米 是 它为什么掉啊 其实换过来讲 它涨的时候也没看你问它为什么涨啊 因为它从二十几块涨到两百 没错 它为什么涨啊 可是掉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其实有时候你要知道 炒作的股票就 没什么道理好讲 所以你刚刚讲交易的这个平台呢 可能会成功的原因 我是说可能会上去哦 我可没有说它不会下来哦 OK 这个跟联邦的管理还是有关的 联邦的金流 联邦在银行 现在仍然是大麻违法的 所以它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投资 你的心理要准备 它有可能赔光光 then you are okay with it 那你就做吧 好 那我们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这个是刚刚有认真听 我们第二环节的话题啊 他说关于这个资产配置这个话题 他也听说过是百分之五十的股票 百分之二十的现金 百分之三十的债券 这样的话OK吗 这个是读书 你去读任何 你去Google读书的理论 我们就用08、07年的数据来看 难道你不想 感觉一下 如果07年大家是100%的股票 或者像他刚刚讲50%的股票 难道你不想当时你是0%的股票吗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调0%的股票吗 就是前后左右的人都在赚钱 的那个时候 你大概要小心了 OK 那如果你能够维持刚刚那个比例 处便不经 那也是个方法 就是他掉的时候 你不要panic 你继续留着 最怕的时候 是不该离开的时候 他离开了 等到该进去的时候 他又不进去 就自作聪明 你要就是 抓 实际抓得准 很难啊 你要就是别抓了 所以那个也是个方法 那这个 这位网友提到了 这个百分之二十的现金 是大概是指了 哪一种这个投资方式呢 哦 现金就不能讲投资啦 现金就是在银行 现金就是在money market 另外一个投资 你要尽量讲的话 就是短期的债券基金 短期的债券基金 基本上是不会涨 不会跌的 根本不要讲 有什么投资报酬率 几乎没有 可是他却卖的时候 不大会有损失 同样也不会赚 就是这个原因 是 因为我刚刚看到 其实网友们这个问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和 2019年的股市有关啊 那我自己也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在之前 中美贸易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黄金是大涨的 在今年为止 黄金也涨了15% 可是最近这一个月呢 黄金的价格 其实是没有太过的 这个往上涨 或者往下跌 那也有这个市场分析说 现在是不是适合投资 铜类呢 铜 没错 铜 铜比较不像贵重金属 铜比较是跟工业生产有关 所以通常以经济好的时候 这个铜会上涨 没错 像最近的油就在上涨 因为中美贸易 这个烟消世纪 现在熄火了 现在握手和谈呢 现在你听到 中美又是好朋友了 互利互什么 之前的 你去看所有的媒体 不是你骂我 我骂你嘛 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 所以一些原物料 石油啦 铜 它就OK了 我其实在讲是说 你也不要那么反应 那么快 我之前有讲过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谈判 请问到底总共有几阶段 我都搞不清楚 我相信谈判的人也搞不清楚 如果你说总共有一百个阶段 现在是第一个阶段 或者说总共有两个阶段 现在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马上比重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第一阶段 虽然两方都已经谈好 但是这个签字是一直 还没有要等到明年一月了 这是他们现在讲的 而且是Based on Trump 讲的 他说跟习主席同那个电话 Very good Very good 你也知道我们的总统 昨天very good 今天very bad 浩天very happy Yeah 是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也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说再见了 那就请大家锁定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